爱琳一个优雅又文艺的法国女同好 爱琳是一个优雅又文艺的法国女同好 她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三兄妹分别在不同的地方工作和生活 女儿天天到处跑 小儿子在我大天床 只有大儿子在巴黎 爱琳75岁过大寿的时候 三兄妹拖家带口地回到了乡下的老房子里 给老妈亲了 此情此情真是活生生一出 春晚神举常回家看看的法国版MV 正当一家人开开心心的时候 爱琳却和大儿子提起了自己的身后事 大儿子是个孝子 听老妈说这个 快活了 你说这老子还挺真是的 做得好的日子里说这些干啥 但爱琳还是坚持 她向大儿子一一介绍了家里收藏的艺术品以及价值 并告诉她这些包括老房子在内都可以买 你说土豪就是土豪哈 你嫁了一个随随便便的花瓶 就价值年长 我看了都要哭了好吗 几个月后爱琳去世了 简单隆重又不矫情的葬礼过后 三兄妹又聚在一起 上了遗产处理的问题 大儿子希望把老房子留下 小儿子和女儿却希望卖掉老房子换玛尼 大儿子非常遗憾和难过 但还是少数服从多数 同意了弟弟妹妹的想法 然后自己偷偷跑到小房间里哭 真是当之无愧的法国好哥哥呀 三兄妹开始处理母亲的遗产 因为遗产太多 所以他们不得不面临一大笔遗产税 律师们建议他们如果想减税 最好的办法就是放弃继承权 然后把一部分艺术品捐给国家 于是他们决定捐给法国奥赛美术馆 不久爱琳的大儿子带人来老房子里看东西 一群人扒了出一堆好东西 这是爱琳生前的老管家带着花来 爱琳的大儿子很高兴 你还别说 这老太太还挺有生活智慧 最后爱琳的大儿子 希望老管家挑件东西带回去做纪念 老管家不想占便宜 于是随手挑了个花瓶 还乐呵呵的 以为自己拿的是个便宜货就走了 其实这个花瓶老值钱了 所以说当不成土豪 当土豪的管家也是极好的 爱琳留下的艺术品 被三兄妹捐的捐留的留 而老房子也很快就要被卖掉 爱琳的孙子孙女们 在这里办了一次最后的派对 一群熊孩子在老房里 感到得意乐乎 影片《夏日时光》 由法国著名导演奥里威耶·阿萨雅斯指导 影片最大的宣传卖点 是有大明星朱莉叶·比诺斯加盟演歌 朱莉叶是影史上第一位 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大满贯影后 该片更是一举拿下了 第75届纽约影评人 协会讲最佳外语片 另外还有一个 关于本片的小八卦之类一提 那就是该片的导演 也就是著名女星张满玉的前夫妮友 关注微信快看电影305 输入电影名称 就能看到完整版了